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从顾名尽死地,结成自己的死地,来跟从自己的上级。 上级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上级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做什么? 配空待日从百余纪来见相王。 这个丛不可能是配空跟在百余纪的后面, 而是配空十百余纪,跟随自己。 有的学者写文章说,其实这也是判断。 如果是主语比兵语所代表的人的地位高,那就是代理。 如果这个主语比兵语代表的人地位低,那就是随从。 民阴对军,那一定是随从。 这样的判断标语恐怕比较危险。 那如果是两个人地位相同呢? 那肯定有个问题。 其实,关于这个丛字, 这个宋代的甲昌朝,在他的群姨殿里面, 还有元旦的邮件,在兴实动静, 在自己里面,都列出了从这个字条, 认为层存在,呃,因变别地的现象。 通过语音分的改变,区别不同的意思。 当那个藤读集容切的时候,也就是读平生的时候, 它是跟随的意思。 比方说,义经里面,云同龙,封同虎。 是云跟在龙的后面发生。 出现龙以后,它后面必须,必然地,就由云合作而来。 因此这是,呃,封语的意思。 当这个,从读秦用切的时候, 读去生,也就是我们祖族的读咒。 这个时候的意思是,随后, 是让别人跟在自己的后面。 孟子从文宫里面说,同者数十胜。 这是说,庄子出游的时候, 跟那个童子出游, 恍恍然如此当家之全,很不相同。 而孟子当时,那个,到战国时期, 游水诸侯的这些事, 得到冬孺的待遇已经大大提高了,改善了。 所以,像孟子在当时靠出大陆, 因此,他出游的时候就会很脚排场。 后面,我们需要带着数十辆车子。 这个从车是使车跟从子代理的意思。 按照贾昌朝和刘建的他们的书里面所记载的, 这个地方应该是纵车数十胜。 既然语音都改变了, 那么我们就知道, 头表示代理的意思和表示随从的意思, 是两个不同的词。 读音、意义都相同。 语法功能相同, 都是可以作为代笔语。 那么就不是那么重要。 而当我们一定要从词类活用的观点, 去看待这些现象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到很迷惑。 其实,对古人来讲, 这是两个读音不同的词, 意义不同的词, 那根本就不存在。 还要根据特定的理性去判别, 它究竟是一般用法还是始终用法的问题。 可惜的是, 汉字本身不表音。 而这个, 一般意义和始终意义, 随从意义和代言意义, 写成汉字的时候是同行的。 所以, 假如我们不是依据古人所记录的这些信息, 我们就知道这个从, 在当语音上, 把它改变了。 不仅仅是从, 人们通常所讲的, 极物动词的词语法, 这些动词, 大部分都有音变动词的词。 呃, 代表我们这个, 银, 世间世甲数码, 而银酒, 银酒一定不喝酒。 银马于败秋, 应该是硬马于败秋。 那么, 是使马, 不是喝这个马, 马不是喝的对象, 马是发出以这个行为的主体。 呃, 后面这个银鱼啊, 是有生命的, 这个东西。 那么, 就会是使用法。 如果是, 这个, 酒水类的东西, 那就是一般用法。 就是根据, 以后面, 这个银鱼的不同性质, 用到银鱼的这个名字的不同性质, 我们完全可以, 区分出你的一般用法和, 使用法。 所以, 我们也可以说, 对于, 有生名词而言, 叫马, 人这一类的有生名词而言, 也是一个使用意的东西。 而, 对于, 这个, 酒水类的名词而言, 就是非有生名词, 或者说, 无生名词而言, 尹就是一个, 一般的一类。 也跟这样的区分。 但是, 实际上, 我们一直到今天, 这个, 这个做法里面和韵, 这个区分, 这个区分还是特观的一旦。 在《军群金金变》和《军事宗宗金编》里面, 说这个饮如果是读雨底切 读闪声的话 这个喝酒的意思 同时也是名词喝的东西酒香的意思 既是一般的喝也是名词酒香的意思 两首帝里面让王之饮食善修 饮食善修 这些都是饮食 如果是读雨进切 读印去生的话 所以 大家看这个 这个饮的本来的写法应该是这个 在甲骨里面 这个饮就是 左下角 一个有 这里一个人 那么伸出长长的舌头 朝向这个有 这就是意 这个定义本身不是很清楚 我们一看意义就知道 左耳硬果然 硬果然就是 使我喝苦 所以 所以实际上 这表示的是 用这个酒浆 用这个东西 饮料 可以喝的东西 来给别人喝 这叫做腻 然后 再比方说 这个 一和食 总是一匹毛 一只穿的衣服 文七声不认识七声 那个食是吃的意思 但是在莲儿堂窃 一四支 是偷偷的给他衣服关 给他东西吃 食之一 食之食 这个一和时代都清楚 有存在这个一面作品的现象 我们看一下 一 如果是读余悉切 前生的话是伸张力的 而就是我们身上穿的衣服 这个衣服表明我们的社会身份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定义 它叫三章 这是强调服饰的文化意义 而不是强调文物和服饰的功能 实用功能 实用功能 实用功能是保冷的 契词下里面 说皇帝脚顺 垂衣裳而不穿 无所作为 就可以达到平常大使这样的境界 如果是余悉切 如果是余悉切 读去身的话 一 就是师足身的衣服 师足身就是把这个衣服 夹到自己身上 这是我们今天穿的衣服 就是我们今天穿的衣服 呃 孟主文宫上里面说 徐子依克 那裡头 定 trading 徐子依克 徐子依克 因此 徐子应该是历格 再看识 识如果是读 识力切 是名词 毕竟修挂里面 与词以饮食 来变运 如果是因此 想这些的话 是想 想就是 拿东西给人吃 用酒食 词典里面说 用酒食来 缓代别人 这叫做想 所以为这个杯子里面 杀鸡为鼠而四肢 到现代汉语里面 这个四字 咱们给它 造了一个新字 就是入家 一个生堂 但是在现代汉语里面 好像 这个四 通常是 加醋 这个四字 能不能 小孩不可以四 小孩不可以四 也许说它在四个范围 变成了 这个文和问的关系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已经讲到过 这里有几个例子 这几个例子 见现不及见不战不善他 逐见其人意 逐门其语 门就是 听到 听是行为 而门包含了听的结构 因此才说听而不闻 听和门的关系跟适和见的关系 是一样的 论语里面 以至五层闻前歌之声 闻也听到 从龙随随随随随随道里面 愿意和平之处以慰望 莫此以问 这个问是报告 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当中 听到和报告正好是相反的一个行为 因此这个文就有了所谓的反群 一个词 兼具两个相反的意义 我们下面再举几个有意思的例子 就是说古代汉语的这个音变构词 就是丰富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虽然尽管如此 但是古代汉语的这个音变构词 却是客观存在 这是语词会所变成的问题 如果是形态的话 那是狱化的问题 好大家看这个空是一直保留到今天的 建议和布巡策 就是 gereki talking to pen intimacy 空出这个地方 就是使它变空的一感 是不是这样 теп flipping 如果读土边接,这是平生,是均的意思。 天下平,是天下自平,平均的形容词,描述天下的状态。 但是如果读土边接,读去生的话,是品物定法的意思。 也就是使平的意思。 使原来的动荡观变得平稳,这就叫做平。 如果原来是奇取不平,那么使它变得平,也是这个平。 孟子离楼里面,无理人生不能平持天下。 平天下就是使天下平,使天下安定。 我们今天这个平的始终地保留下来。 今天我们可以说平土地,平整土地,都可以说。 平地,就是在收获庄稼以后,翻更这个土地。 翻更以后,再用篱笆把这个地破平。 这样的平地。 平地就是使地平。 下一步。 一步,再用篱笆笃的形象。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